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在演员的道路上,发展越发的好 电影是需要积极支持的 王一博在演员的道路上,发展越发的好 不仅有各种题材的电视剧与大家见面 电影方面的作品也是没有落下 抓紧学习一下电影的相关知识 为王一博的电影做出最大的宣传 电影前期也是需要积极支持的 电影的相关知识比较复杂繁多 一,什么是电影票房 电影票房就是一部电影在影院放映收益情况 是这部电影所有影房收入的总和 计入票房的都是以影院打印出来的纸质座位票 电影票房是衡量一部电影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指标 猫猫们注意 是最重要的指标 没有之一 二,电影票房对演员的意义 电影圈立身之本票房 一部影片的票房直接决定了演员的身价 以及他未来广阔的资源前途猫猫们贡献自己的力量 给他的电影之路开启一上光明的大门 三,什么是预售票房 影片确定上映日期后 所有在上映首日之前的票房收入都属于预售 这部分票房也是归属在影片总票房里 四,预售对影片正式上映有什么影响 预售票房对影片上映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是预测影片正式上映后的重要参与指标 体现大众对此影片的关注度 影院会根据预售票房的好坏 来决定是否在上映时增加更多的场次拍片 预售并不只是为了让观众提前购买电影票 更直接关系着影片的拍片率 票房走势乃至票房落点 五一部电影何时开始预售 一般影片会提前两周左右开始预售 如遇特殊情况临时掉档的影片 就没有办法遵循这个时间规律 特别重要的档期 为保证竞争公平性 国家电影局会直接制定预售开启时间 比如春节档上映的影片 会集体在规定的时间内时开启预售 六,电影的上映日期是怎么确定的 影片方在拿到电影局审批下发的 电影供应许可证后 就可以进入正式发行期 他们会根据自己影片的类型 受众群体 市场环境以及对票房的预期 来选择合适的档期 爱情片会放情人结档 何家欢喜剧放春结档 科幻 青春片选暑期档 主旋律影片选11档等等 当然也要根据自己影片的制作 审查进度 是否能结合当下的营销热点话题 同档期竞争对手影片的情况来 最终确定上映日期